大家好,我叫君思 非常感谢PedX和南外可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来分享我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一些故事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名原创音乐人 也是南京第一个由高中生组建的说唱厂牌 南京万物生长音乐厂牌的主理人 在过去的10月4号 我为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音乐节 名字叫凯然音乐节 我是这次音乐节的总策划 同时呢我也是这次音乐节的设计总监 商业负责人 财务派责 活动用品采购 主持人 演出指导 公众号运营 文案编辑 网店运营 网店客服 然后我自己的化妆师也是我自己 虽然画的很烂就是了 但是就是这些音乐节呢 跟以往不同的就是 就是我要先来介绍一下这次音乐节的一个契机吧 我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去办这么一场音乐节 当时在2019年 我也是个刚初出茅座的新人 当时呢第一届凯然音乐节是由其他的学长学姐们办的 但他们都不是音乐人 然后呢当时他们都把这些海报贴满了南京的各个学校 当时看到这个海报我就想说 我刚做这样的音乐 刚做音乐 然后我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所以我要把登上这样的一个舞台 当做自己毕生的目标 我要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行做音乐 然后结果到了2020年 我自己成了总导演 这也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这次 坎然音乐节和以前不同的是 以前是由这样的 有商业背景的学长们去做的 而我是以一个音乐人的身份 去做这样的一场音乐节 那其实其中有利有弊嘛 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就是 因为是音乐人举办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呢 音乐人是知道 他的整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场有多少人去过Live House 或者知道什么是Live House的 很多人是因为凯然音乐节第一次去Live House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整个演书 在Live House这样的一个场所 是怎么去举办的 包括它的灯光啊 它的音响啊 舞台之类的 但是其实要伴奏一场活动 我们大量的精力 并不是在音乐本身 而是在一些音乐无关的东西 比如说商业策划呀 商业谈判 就是拉赞助了 俗臣 呃 还有这个舞台策划这方面 所以我要重新开始学习新的领域 这对我一个做音乐 搞音乐的人来说 其实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呃 并且呢 以前的团队 其实因为疫情原因 已经各奔东西了 所以 我相当于要重新组建一个团队 去做一件 我这个音乐人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 但是我决定还是把这个 半死不活的项目给包了下来 并且把它作为 一个公益的舞台 然后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后呢 今年的六月份 六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一场招聘 组成了一个由南京 各个高中的学生为核心的团队 其中有宣传组 有设计组 有策划组 这样的 然后台下也有几位当时的 合作的同事 然后 包括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 我们又进行了一场海选 然后海选的范围 有南京的三十多组 音乐组织或者是个人 然后我们从三十多组中 选了十组出来 进行最后的舞台呈现 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 我们办这个演出 是需要进行活动申报的 需要进行活动审批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 签署像这样的 这个承诺书啊 然后还有演出同意 还有包括身份证 之类的 信息需要采集 但是这种事情一般来说 是由专业的经纪公司去做的 我们作为音乐人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就 呃 我和我的团队 这个 业一继日的去做 去收集这样的信息 然后当时我签署完 这三份文件的时候 其实已经凌晨三点钟了 所以 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都在做 经纪公司做个事情 对吧 但是其实 啊 这条上面说的 从组建团队全能逼施的 海选到申报演出 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呃 但其实呢 就是如同任何一个老生的 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的 呃 凯然音乐节的筹罪 也遇到一些危机 在我刚申报完材料 当时你演出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呃 我刚申报完材料的三天的时候 呃 当时场地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申报这些材料根本过不了啊 根本过不了选批啊 为什么呢 因为演出的乐队很多他们唱的都是其他前辈乐队的歌曲 而这是涉及侵权的 我说我当然知道这些歌涉及侵权 所以我们要把它办成一个公益的呃 一个音乐节 我们的所有收入是将会捐给慈善机构的 但他说我不管你是这样的 因为你一开始就选择了 呃 进行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 你就必须要遵守商业运作模式的一个规定 就是你不可能唱任何呃 侵权的歌曲 我不管你以后拿这笔钱去做公益 还是做其他什么东西 你只能唱自己原创的歌曲 或者根本就不收钱 做一个免费的演出 一个音乐节 叫不能卖票 这是开成玩笑 是 我们只能免费入场 所以我们面临了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冒着法律风险 但是我们不可能冒着法律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就是我们免费入场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跟这个慈善机构签了协议 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慈善收入 于是在苦思冥想的两天之后 我想到了一个新 新 out of a box的方法 就是我们做一系列的 叫什么以捐款代替买款免费获赠收场券 我们做一系列的这样的公益周边 而在你购买的这些公益周边之后 你可以获得免费的入场券 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一个慈善收入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保证了入场券的名义上面的免费 所以这其实还是一个很绝妙的点子 然后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出场券 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设置 其实就是我本人也 做的这些工作是远远不止如此 我当时背着大概六七个海报 然后跑遍了整个南京市的各个学校 然后把这个海报贴在他们的学校 并跟他们阐述我们的理念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些学校同学们 非常有兴趣听我讲 听我们讲述这一代音乐人的一些故事 包括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当时在文艺店里面拍的 其实除了这些宣传上的东西呢 我还负责了舞台指导 舞台指导什么呢 就是这个音乐人在台上要走位啊 要背歌词啊 要跟上观众互动啊 对吧 就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进行设计的 所以呢 我跟到也跟很多的音乐人聊了 包括和他们线下见面了 就是如何去做这样的一种舞台呈现 这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然后从中呢 我也吸取到了很多力量 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 其实我非常非常敬佩 我们这一代音乐人能做出的努力 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正合经验的 他们没有任何舞台经验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台 没有唱过歌 但是他们学着自己的前辈 去呈现舞台的一个方式 然后向整个男精师呈现他们的演出 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成熟度的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是有一代人讲述的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但其实就即使我们向大众展现了这么多正能量的故事 但是我们也受到了一些非议 在演出开始还有三天的时候呢 当时我还在排练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个母亲 他说他的孩子不能来演出了 而他的孩子就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 这次演出的主持人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孩子的父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他认为我们做的这样一个音乐活动 就是一种不务正业 就是不符合他这样一个学生身份的一件事情 其实当时我就emole了 我就emole了 对当时我就emole了 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演出的前三天 我们需要改换主持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要重新开始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即使表现了这么多 像大众表现了这么多 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活动 我们向大家展现出来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 或者是向大家阐述这一代音乐人的一个梦想的故事 但是还是有人不理解我们 所以其实我感到非常伤心 但在这个时候呢 团队的力量再一次显露出了光芒 我在南京音乐圈这么多年的声根也没有白费 我的一个老同事 我的一个老同事 他愿意站出来 然后担当这次音乐节的一个新的主持人 然后在演出前的三天内呢 我就和他 一遍一遍的去改这样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其实当时时间是非常紧的 10月4号音乐节当天呢 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忙的一天 这个舞台 售票 彩排 灯光 音效 所有一切的一切 半年以来的压力全部压到我的身上 我自己的演出是在第六个 然后当我自己上台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当时已经非常憔悴了 连日来的这样一个辛劳 让我的这个脸部发肿 发胖 然后呢皮肤也变得非常差 皮肤也变得非常差 然后 其实如果要问我对这次音乐节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就是我没有能像我的粉丝 很好的呈现我们的两首歌 就刚刚一个舞台 对 但是呢 其实我转移一下 当我决定去办这个活动的那一刻 我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我想上台 我想成为一名音乐人 在向大家唱歌的这样一个梦想 我承载的是一座城市 和一代年轻音乐人 对于自己梦想的一种呈现 所以说 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就是 我也许没有梦想 但是我可以通过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守护大家的艺术梦想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凯然音乐节的一个初心 凯然两次 就是我们变成艺术光来照耀他人 明年的演讲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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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